- 講空間講設計第七屆亞洲設計講學生組的入圍者來到我們的現場了 有沒有覺得洋溢著青春氣息呢 首先第一位我們要歡迎到的是學生組的鄧元彬同學 下一位要歡迎到的是學生組的周靜怡同學 好的好 最後一位要邀請到的是學生組的吳敏玄同學 哇 真的都年輕可為耶 還在念書呢 其實這次的作品就已經入圍我們亞洲設計獎了 那我想要先從吳同學開始來跟我們說起 我知道你這次入圍的作品呢 其實它是一個商業空間對不對 旅店的設計 是 那它這個旅店當初設計的就是針對的客群啊 還有它的地點啊 是什麼樣的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的地點接近故宮博物院附近 那我們主要針對的就是商業客群的人士來這邊居住 是 就是商務人士的一個商業的旅店 對 那整個設計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接近故宮博物院 所以我們希望從故宮的元素去延伸出 宋代的這個朝代去貫穿整個旅店的設計 你說因為臨近故宮博物院 所以給它一個也是呼應中國風格的感覺 然後但是我看到整個作品又沒有讓我覺得 有那種大紅燈籠高高掛或紅地毯啊 其實都沒有 是跟你剛才所說的用宋代的元素有關係嗎 對 我們希望打破 平常人對中國的大紅色去做宋代設計的去改觀 我們希望用中國藍去帶出我們旅店的那種層次感 然後去營造它的氛圍 那我們主要就是有藍色搭配白色去創造新東方的感覺 這個新東方的感覺我覺得很不一樣耶 對 它用的中國藍就是我們很熟知的那種藏青色 然後你做整個旅店色彩的定調 對 那裡面呢 你說藍色跟白色 它實際呢用在哪些部分呢 我們主要用在牆面或者是房間 房間也有大量使用藍色 對 那主要藍色也可以營造出我們希望呈現的山水化的感覺 我看到了這個山水化呢其實就在餐廳區域那邊有一個山水化的牆面 對 然後還有房間也有 就是希望營造出前景跟後景的感覺 剛才吳同學呢對新中國風其實做了很完美的詮釋 不過我覺得中國文化呢有很多舊的傳統是需要我們守舊把它好好保存下來的 所以在這個上面我知道周同學你也有所琢磨 在空間體驗的時候我們還有設計一個品茶的吧檯 因為我們別於玩就是旅店都是提供可能咖啡吧 那我們希望旅客在等候的時候可以體驗到品茶的文化 讓他們知道品茶是一種藝術還有精神上面的享受 所以我看到你吧檯的設計其實也是佔很大的篇幅對不對 對 它其實有延伸到餐廳的部分 接待區延伸到餐廳的部分 對 所以就是進到這個旅店呢你不只是居住 不只是check in check out 你還可以在裡面呢感受一下中國傳統的品茶的文化 對 那我們的吧檯其實有接近我們廊道的部分 希望就是茶的香氣可以渲染到整個空間這樣 所以不只是視覺連嗅覺呢你都顧慮到了 然後呢嗅覺聞到之後呢再拿茶起來喝 這個味覺呢也顧慮到了 所以是視覺 嗅覺 味覺三重的享受在這個中國風的空間裡面 那我想呢現在的同學其實呢都非常的強了 因為呢我們很多的大學其實都有設計系 那就你們來講呢在設計商業空間跟居家的住宅空間呢 其實困難度差在哪裡 因為使用者像商業空間的使用者就是他沒有固定的使用者 可能有大人小孩老人都有 所以在動線規劃上面我們公共區的部分就要去特別注意 去規劃出他的路線讓他們不會打在一起 那像你這個作品它動線你怎麼規劃 就一進來的地方我們會區分 左手邊我們主要就是讓客人去用餐的地方 那右手邊就是等候去還有去Check in的地方 所以會讓它分開的 所以整個動線的這個走位呢其實也要符合我們使用者的需求 然後但是呢我還是對剛才所說的那個新東方的元素相當有興趣 它裡面呢材質的混搭其實也是你也使用到了很多部分的混搭對不對 因為我們空間主要呈現簡單的大方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去思考怎麼去讓空間有層次感 所以我們還有運用大量的食材 因為用食材的本質它平常可能是給人厚重的感覺 可是我們希望用厚重的感覺去跳脫出空間的層次 就是讓它脫穎而出 還有搭配一些磚的材質去做空間的層次 是 所以你是用很厚重的材質 但是呢卻讓它很輕盈的存在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耶 難怪這次會入圍我們學生組的得獎作品 好 那下一位呢我想問到的是周靜宜同學了 你的空間相當的大膽喔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啦 他是一個機場設計師 然後我是以拉斯為家是它這個城市的文化做一個主軸 那會用它這個文化是因為我覺得它是全球的城市中 它是最有獨特動態的一個城市 那夜晚它相當的比較分明就是比較閃爍 可以給人的感覺就是在娛樂城 那就是會取名為叫O9的原因 不夜城的意思 喔真的這個空間給我感覺就是它好活潑好跳 包括呢你可以看到呢它這個很主視覺很明確的很明顯的骰子的裝置其實就在我們的頭頂上 對 這個骰子也是整個拉斯維加斯不夜城的這個概念主軸是不是 對因為其實來到拉斯維加斯最著名就是賭博嘛 那賭博通常最基本的元素就是骰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具有比較的動態感 因為當我們堆在桌子上的時候它會撞擊到每個地方 對 我將這個元素套入在空間 所以牆壁上的那個扭曲感就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對我就在想說為什麼你的牆面都是這樣彎彎曲曲的 包括天花板 原來就是骰子撞擊導致的結果 對對對 然後還有呢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很大膽的作品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燈光的使用 因為拉斯維加斯如果白天看的話其實就是一樣有它的特色 但是如果反過來用夜晚看待的話 它是有具有可能閃爍或是有規律性不規律性 或是你用燈或各種顏色的LED等等的燈光去套入它這樣一個程式的氛圍 我將這個元素套入在空間 對所以你看因為燈光的使用呢 讓整個拉斯維加斯其實呢更加的有活力 就算到了夜晚你也發現呢 哇它的這個能量呢是非常不可跟白天而喻的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如果它可以在我們台灣或是在世界各地呢 可以完成你這樣的夢想 我覺得那會成為一個亮點應該可以成為IG打卡名點啦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其實你不只是空間而已 不只是做這個設計而已 不只是你的夢想 其實你還想要帶給人不一樣的感受是什麼呢 因為拉斯維加斯如果你要進去他賭場或是哪裡的話 他其實有一個年齡的限制 喔對 那如果這樣子 所以我才會透過這樣的一個局限 然後如果套入在機場的話 我們將年齡的限制捨取取捨 那讓那個男女老少兒童都可以嘗試 就是能夠體驗到拉斯維加斯這樣的一個賭博器 賭博雖然說並不是一個唯業的一個常態 但是它是一個也是抒發自己一個娛樂的生態 那不管是兒童或者是老年人 他們都可以藉此因為這樣的一個空間的機會 然後讓他們達到這個文化的一個效應 你有發現嗎 女生呢 想法就是這麼的細膩 因為呢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到賭城到賭場去呢 也不是真的要賭博 但是就感染那種很歡樂的氣氛 就覺得好刺激 就覺得好好玩那種很歡樂的感覺 但是呢 18歲以下是不能進去了 可是呢 我當時去澳門的時候 也變懶在外面 然後我都蠻愛過的 對 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是你自身有經驗 所以你想要普及到連小朋友你進去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骰子的活力 那個骰子的動力對不對 對 好既然呢 這是一個很有概念的設計的作品 那你有沒有想過它實際施作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我主要是因為骰子嘛 那如果說骰子這部分是因為用它那個玻璃的去 玻璃的呈現 那畢竟又是紅色那可能會經過一些加工 然後再來是它要組裝或是因為薄度的那個工法 可能會視作困難度會比較高 如果真的可以呈現這樣的空間的話 我想要自己去試試看 因為比起它室內設計的那個方向還來的有就是 挑戰 挑戰 而且我覺得牆面也不好做喔 哈哈哈哈 可以試試看 對啊 只是對 希望這是這是我的希望啦 對可以試試看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你看到他的作品了嗎 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概念實際運用在我們的商業空間 或者是呢剛剛說機場的這個休憩空間 我覺得呢真的會很不一樣 好那最後一位呢鄧元彬同學 你可不可以來跟我們講一講呢 你今天入圍的整個作品的設計概念 給我感覺呢它就是一個很適合人居住的空間 因為我其實做這個作品 其實靈感來自於我們自己生活的歷練 因為其實以我個人對於生活這個經驗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家人之間不知道對方的日常跟行為模式在幹嘛 對 因為說我爸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我其他人在幹嘛 你爸媽他們在幹嘛 對 但是過多的語言會讓人覺得有點厭煩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溝通方式是用目光與目光去交接 甚至是不用直接看到 不用拭目相對 他可以看到一個人在幹嘛 但是我就會了解他在做什麼了 喔我懂你意思 就是呢我們彼此其實不用交談 但是呢我知道這個空間有你 你的空間有我這就夠了 對 因為有時候很多話題都是從觀察而研發出來的 可能是 欸他今天在踢球 我拿一個鞋子回來 那我可能知道勝負敗 有一個可能性 那這樣子對話的互動性跟品質可能就會提升 你不用去問欸你去哪裡來 這樣別人就說 對可能會在話題上面會有不一樣的產生 所以說他這個空間裡面呢 很重要的重點應該是穿透吧 對 穿透是我對於視覺上面 就是目光它是穿透的 光線自然裁光也是穿透的 對 所以他在案子裡面的一個核心裡面 也是一個玻璃的一個閣樓 那玻璃閣樓其實也是一個難題 就是一開始業主要求的是 因為那邊原本是一個條工間 但是他不希望這條工間存在 他希望是有機能性的 可能是二樓的小客廳 他希望一樓板把它補起來 但是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有點可惜 因為客廳跟飯廳的部分會變得非常的暗 那需要用人工的光源去再打 那這是我們需要去嘗試解決的問題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用玻璃這個事情 它可以保有亮體 但是卻能夠讓光穿透 那也會形成有趣的畫面就是 可能一樓可以看到二樓 霸彈的一些趣味性 會在這個空間中產生 所以他整個空間呢 整個作品的設計概念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明知道福透光這三個字 就是講這件事情 我希望人回來的時候 是一種比較輕盈放鬆 漂浮的一種感覺 因為其實這種是快樂的一種 用意象來呈現的一種過程 所以我們從家裡進來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狹窄的空間 對 到外面公共空間的時候 瞬間放大 對 它就會把你的情感 從一個壓抑的過程中 再透過一個放大的行為 這樣子讓它覺得 嗯 這樣也是溫暖的 對 也透過材質 白色的牆面 然後木地板 還有磚造牆的一個元素 去互相搭配 所以光會透過木地板的反射 照射在牆壁上 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我覺得是舒服的 對 沒錯 很多人常常講呢 比如說你在聽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了解這個作曲 作詞人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我今天在看鄧同學的作品呢 我彷彿也看到你心裡在想什麼 其實呢 鄧同學的設計呢 我覺得雖然它給你一個 很光透的感覺 但是它卻把這個人居住在裡面 我們彼此的互動 彼此家的溫暖呢 是放在整個空間裡面了 我還是非常的有興趣 就這個整個玻璃閣樓 它其實對你來講呢 它其實貫穿了整棟的建築物 對不對 它其實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它其實是空間當中的一個核心 因為其實小客廳跟主要客廳的部分 我覺得是都是開放空間 它是一種視覺可以相連的一個地方 譬如說我們人坐在客廳的時候 能夠看到上面的一些互動 那飄動跟浮動的這個元素 就會出現在空間那種 就很像上面有人在空中飄浮的感覺 飄浮 對 然後書房的那個玻璃 它其實在客廳的電視牆下面 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 那那種是一種比較不會尷尬的一種視覺的看到 它其實它只會看到裡面的使用者的腳 在裡面移動 那裡面的人其實不會感受到 有人在看著我 那種不舒適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是貫穿公共空間 跟公共空間之間的一種傳透性 也是強調說 一點需要工作 私密性的一些空間 也可以在 被不隱密 但是又開放的空間下 跟眼界下去看得到這件事情 對 我懂了 就是雖然我們沒有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可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 所以呢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家的很安心的感覺 然後彼此呢有這種互相關注 但是卻不會造成彼此的負擔 我覺得是心思很細膩的鄧同學 今天的這個作品要帶給我們的感受 好的 那麼今天的講空間講設計節目呢 就要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呢你還想要知道 第七屆亞洲設計大獎 還有哪些精彩的入圍作品 得獎作品 請拭目以待 第四個小時 第四個小時 ВО号 상태